同学们好,今天我们主要着重于女性的子宫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盆底肌子宫这个位置拖着所有肋脏的重量 所以它的强健非常重要 当然加上外在的肌肉也会有所帮助 但主要的还是靠盆底肌来拖 就简单的看一下人体的解剖图找到子宫的位置 下面我们来一起联系老长轴 帮助子宫的清洁排毒 帮助肾脏的清洗 好,当找到用力位置,找到子宫的这样子一个位置 就是横指下面小手指这里 弹动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是空的子宫的位置 子宫大概空长的时候用我们像捏紧的拳头 每个人的拳头也不一样 捏紧的拳头那么大 然后现在可以闭上眼睛 照样是放哦的声音 感觉一下今天你能不能收起来 请你能不能收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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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之前没有左右的终 & 负面 少 sz 只有前后 只有前后的真空腹 其后 前期子宫它只是让它有一个缩缩 就你往前推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张大 然后往后收的时候 就往里收的时候 它在泪缩 就坐在一个过程 当你掌握不了力度的时候 特别躺下来 幅度比较大的时候 不要做左右的膜 再来一次 在你掌握前的时候 之后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側面 在整一个阵障 其实它没有动 它在我原来的那个位置 这样它整个肾脏 它是会收缩的 就里边的那些液体 毒素会排出去 然后会大量的张开 有些新鲜的血液进去 这就是当肾部 肾脏这里 它就会有个空洞 其实它只是在收缩 它没有移位置 没有办法移位置 它在收缩 就帮助它更好的一个运动 好 往前推 就推到这种程度 就基本上 如果肾脏 它都在收缩了 子宫就会收缩 因为子宫 有点看不到 再来一次 它说这些事就放在 你手指吃 也要再来你 刚好攻撑的那个位置 今天主要的目的 就是子宫 子宫的收缩 就会带动 我们短巢 舒软管 这些的速通和态度 这是为什么 当怀孕的时候 我们的卵巢 舒软管就有变化 因为子宫里边 开始有变化 不是靠卵巢 和舒软管 去带动子宫 而是子宫 这所有的 它是 每个月有生理期 它就是 我们整一个子宫内膜壁 的一些小血管 微血管的一些脱落 所以它的所有血液 也可以看到 它是余气在子宫这里 只要子宫保持健康 这些舒软管 然后暖潮 它就比较健康 这些小血管 如果前妻倒不到 主公叔说的感觉 闭上眼睛就把手指压到那个位置 就每一次 往外 是在坐的 在坐的时候要不要抬屁股啊 不用 要不要抬起来 整个臀部是要顶住 其实你看有 这是一个杠杆 就找到这里最好的杠杆 因为我个子比较矮 我的杠杆看上去是这样子 你们的杠杆可能腿 可以抬得更高一些 就是你看 用腿 顶墙的力 传达到就整一个 臀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再用臀腰往外 顶 腹肢肌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力 弓腔这一块用很大的力 是它是有 拳头大小这么一个空 动的 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倒起来做的时候 它会排气 它里面是空的 它是完全可以收缩起来 而这一个如果不主动去做 平时它是不会这样伸缩起来的 主动把它收缩起来 加速里面的循环循环 它的排度会更好 如果说有比较大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会 一个月出现一两次生理期 但是一般我们像比较正常没什么问题 就是在当个月生理期的时候 你会觉得排出来 可能有血块 血色会很黑 就你的它本来应该排出来 积累了很久的 那些比较很久的垃圾 你不主动去 它是很难正常被排出来的 否则就要吃药 或者要花工乳的 它可以排出来 但是如果是绝经之后呢 你也会觉得 你会排一些 就是像白带样的液体 或者就是 就像爱丽丝之前的气味 气味也是一种排毒 就像有的人喝酒喝醉了 你会发现一身酒气 其实是身体皮肤张开的一种排毒 靠气味 靠一些实体 就是一些液体 好 那你一直找到这种感觉了吗 就是你顶的这一个 是为什么要顶点 是把左右的腻 用脚顶到腰臀 然后是用腰臀的腻 再加一个脚的推腻 像往外推 用后腹往外推的时候呢 就是腰臀的腻 用的比较重 像往内收的时候呢 要用一下脚顶墙的这个腻 用这个外腻 一页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不推 这个不用 这是我们暂时界的一个外腻 不用这个外腻 就是放下来 放松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 如果你放松的情况下 可以就是可以 不用记住外腻 就是身体 最主要的内腻 但是前期呢 很多时候是要记住一下外腻 幅度要更大 它推的从你界外腻 是一样的 幅度大到就是后面的 我们的 肯定 我们的肾脏 它都有在收缩排毒 因为子宫的排毒 它是要记住到 肾脏的 它需要肾脏的收缩 它需要那个血液的冲击 这两种是相远的 所以 不管男生女生 你就会觉得 这两种器官 它相互了你 只要是肾脏不好 就会造成 它的生殖功能不好 或者呢 就是一些其他的 像两性功能不好 所以为什么肾脏 会影响到这些 它其实血液是年糕的 它需要 它的排毒 和一些功能的 增进和减弱 都是相互表里的 肾脏要够大 你下腹部的腹部 腹部要够大 你可以 如果你想 就是录下来的话 当热身之后 可以把腰上的 衣服往上拉一下 你就会知道 你看一下 通常来说 我们躺平的受腰部 它是平的 就你先找个地方 能够有实体墙体 踹的地方 躺下来 今天我们主要念 弓腔体 子宫的手术 老师你刚才说 我怎么了 要把衣服撩起来 然后裤子也要下去吗 腹部还好 腹部你给自己感觉 就是你看这里 你暂时 转过头稍微看一下 往前推的时候 还有往后输的时候 它这里一定是 在这里是肾 肾脏 它一定是会有个阴影 你同时要挤压肾脏 肾脏要挤压到 它的血液 才能快速的这种兑换 然后我们的子宫 才能快速更换 所以这个幅度需要 其他肾脏是要够大 幅度在往前多一些 往丰收也是 完全的收紧 就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 好的 大家看一下我 找到这种感觉 今天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 你不一定做得很完美 就是你感觉我躺在这里 我肚子也是放松的 躺在这里 这里是一点 你看一点阴影都没有 当我在推或者往里收的话 你会感觉我的肾脏 就是我所有的脏腑 就被推到了 腹子肌这一块 就所有这里推很多东西出来 好 OK 大家没感觉到 肾脏也收缩起来 然后呢 感觉就有点感觉 把五脏都全部 拢起来了 推出来了 里边开始掏空的那种感觉 其实里边没有 所有的脏子没有移动位置 特别在躺下来的时候 对地心引力往下 这也是他们不能移动位置的地方 但是呢 他在收缩 我们所有的脏腹 肠道 肾脏 然后呢肝脏 他都是可以收缩的 他可以变得很小 把血压挤压一下 变得很小的时候 这个血液呢 其实是不流通的 然后突然放开 你给他更大的空间 让他去流通 这就会发生血管内壁的一些冲击 是要这样子才做得到的 幅度要够大 对 对对 现在我们感觉就幅度再大一点 没关系 我们躺下来 你完全不用担心 内脏有任何变化 而且子宫有全土 这样的一个大小的空间 所以那边子宫体的时候 我们通常很下面 感觉会比较明显 对 差不多 幅度再大一些 OK 你的身上再开始收缩 那收缩的还不够 收缩的真的是非感觉 所有的武藏都被你推出来的 那种感觉里面掏空了 就这种感觉 其实所有的武藏没有 你都说了 对对 建议也快 所有的全部 focus在下股部 建议 你找到一个位置 呃 就是脚 踢墙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为了把你传到 臀 就是臀部偏上 这样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 你腰椎那个地方 然后呢 臀部 要往膝盖方面 这样子 就是卷起来 臀部往膝盖方面 卷起来 把所有的腰 全部是贴紧 地面 这里是 手都插不进去 贴紧地面 这样子 你推的力多大 要追着不受伤 它是一个被拉的更长的一个状态 其他会更放松 你推的越重 它会更放松 对 就是这种感觉 表示下股部 它卷很高吗 还是稍微 开一点 就可以 比如说像这样 稍微这样卷起来 没有没有 没有离开地面 没有离开地面 我卷起来 就是给大家看 怎样卷起来而已 哦 没有离开地面 没有 要不要离开地面 我最好给大家看 就是卷起来 然后再放下来 或者你直接一推 就卷起来 就会你的头 就会往前走一些 目的就是 整个我们的 臀部的 从往上到腰椎 然后呢 到整个脊柱 它是紧贴地面的 除了我们紧贴这里 它会自然的 有一个幅度 整一个 整一个是紧贴地面的 反正我们的脊柱 整一个紧贴地面 这样才有力 前期需要一个很大的外衣 像肩膜和姨比较好 就他们有内力 有内脏会帮忙 所以它 可以 其实脚 当你内脏帮忙的时候 你的脚怎么放 马上抬起来 不关键了 但是前天做外腻的时候 那个杠杆要加好 你要记住这个杠杆的你 Alice你可以试一下 用脚跟找找墙 你你你稍微把脚尖 抬起来一点点 你这个力就过去了 不是 就是就是你脚尖回勾一下 就是你 你稍微这样勾一下 你马上这个力就传导了 无所谓在哪里 你力一下就过去了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得找半天 你这样的话 他就直接你看 我一我一灯 我就人往后走了 你看就是 就是脚有一点这样 你看一灯 你看我就 这这个地方就压紧了 就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你你得去找那个力 但是你这样就特别容易 你可以试 好的 不要不要起来吧 臀部 好 因为不要 它是贴在地上的 好像 切在地上 我我把腾部抬起来 是跟大家看是怎么卷 就不要卷错了 就是你的灯的力 能灯到腰上吗 我 觉得 腰的力量有点 实际上是有点 收臀和 实际收下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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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是收臀 收会音这样子 所以我躺着就说就是直接收吗 是这意思 就说只是收是不是吧 我都没退 你的臀部是放松的吗 我呀 你说我吗 对你的臀部是放松还是收紧的 我好像没怎么用臀部吧 我想想 好 臀部放松 臀部是放松的 它只是 在一个地面上 如果前期里臀部稍微用一点点 一定没关系的 把所有的力就集中在 力的腰这个地方 不在臀部 在在腰这个地方 就是你腿一蹬的时候 你的力其实是传导到你的腰 这就像一个硬的这个硬杆一样 你你这个支点从这个就沿着人的骨头 就后面的小腿骨 对因为传到了你的腰腰这个地方 你对就跟紧了 然后你就在收 气过好像没什么关系 嗯 背的背也贴到地上是不是 对整个背也直直的 嗯 电脚也是贴紧的 为什么就是练那个收是不是 对是吧 今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练那个真空腹或者是腹直肌前后推老师的意思 但是主要是下腹部 我们主要的一个点告诉大家了 就是整一个手掌自然的follow 然后把把食指放到肚脂炎底下 小骨子的那个地方 你往内弹断一下 你发现是空的 那就是我们的指宫 但是呢有个人有指宫稍微有些偏移的 或者有点像类的 嗯 就你要稍微在就是在那个周围找一下 不会太超过那个周围 就像小手指的那个周围 去找一下直播的位置 这是我们要感觉到的一个点 但是如果感觉到 感觉不到这个点在今天没有关系 接下来大家要去找 就是感觉一个面 就是你整个小副直播那一片都收起来 还有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那个到底离那个墙多远 就是比如说我讲怎么抬 像台法合适或怎么样子 不重要 就像你说 只要是你能用上力把增工腹推出来就可以 你多远不近 你的腿不放在墙上 都不重要 这个放到墙上只是找自己的一个杠 来用一个外面 你的幅度和我们可能都不一样 就每个人的这个身高和你的用力点 造成我们的杠杆不一样 你可能要抬很高 或者呢就真的强 就是比如说像你现在这个啊 就是就是呃 你看你现在这样大概离得比较近对吧 你离得比较近的时候呢 你可能这样比较难用力 你就把它腿稍微缩回来一点 但是你还是脚后跟用力 你就能就是它是个可变的呢 你可以在墙上找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位置 但是是脚后跟用力 你马上就能感觉到你的力到了你的腰 你离太近的时候这样子就很难 就是这个也很难用上 但是你稍微把脚往下一点点 脚后跟用力你就能推到 无所谓多远 你可以再下来一点我觉得你的腿 那我要不要往后面移一点还是不用 不要不要不要你就是你的小腿 就比如说你刚才是伸直的 你小腿再往下移一点 但是是有一点这个脚尖回勾 然后脚后跟用力 你就很容易这个力就到腰上了 这一蹬这个力就到腰上了 这是一个字 脚尖回勾有有感觉 对你就稍微勾一点 我这是比较夸张吧 就稍微勾一点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你是脚后跟用力 你脚后跟用力 你这个力就传导过来 而且当时你脚后跟一个用力的时候 你那个后腰和你的后背 必须得用力加在那个地盘上 否则的话你人就被推走了 对要不就想把那个后腰 实际家的地盘下 他就让他推不走 你还又蹬腿 然后那个东脚后跟 然后那腰人就不会被蹬走 这样你就用上去了 哇这样子用力可以摸得到 子宫的地方 可以摸到 可以摸到他 这就是推到子宫内话 如果前期推到你会觉得是不太舒服的 就正确了 就是子宫内话会不太舒服 或者人会突然的浑身紧张 因为子宫秘书说之后 你整一个 整个婚姻会收得很紧张 他会自然的紧张 子宫这一块 如果不主动的去找到用力 可以不特殊的做一些练习 他不会自然收 他只会变得越来越松直 他不会自然收 他会变得越来越松 那我们不会让他松 就是让他松 就所有的往前往后 其实他都在收 有时候为他让他稍微增大一点点 是为了他更好的去收 虽然地球 气球推大了一点 所以他就收起来了 老师你觉得我推到了吗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现在 你再推一下 你能不能其实 其实一开始 就是拿他这个裤子 优先的裤子质量都很好 这个外面也都会妨碍你推出来 然后你觉得是很松的 有时候我会穿睡衣练习 只要是那里有挡的物质 你会发现 你把它就很难推出来 你能不能把裤子往下卷一下 就把子宫的这位置露出来 我已经卷了 我去换一套松的 我这裤子高 弹力太好了 哎呀 松的 有时候穿那个睡裤那些练习都很好 就这里是完全没有束缚的 最好呢 就是平时自己找方法的时候呢 对着镜子 对着镜子 脱光能力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去找这样子的方法的 我在前期就是看瑜伽经练很多功法的时候 特别高级功法的时候 我都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我会沐浴 就像老师讲的 我会沐浴 而且真的是在预稿里面泡坏了一小时 然后呢就是 就全部就很放松的状态下 什么都没有穿去练习 就会发现那时候就会找到很多高级功法的感觉 就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所有能量才是这样的 衣服已经是很松了 可是呢 会人 可能大老板会觉得有些疏 老师看我这个 对不对 下腹部 对不起 把气图空 像这样子下腹部你没有推出来 就是你的肾脏没有收缩 所以子宫内膜 它没有变化 它的血液没有变化 对了 你看一下脚再涂一撒 你把手臂 手臂的话 可以的话就放开一下 呃 抬起来 放开 对不起 这样漂亮 你把手臂抬起来放开 因为刚好肾脏的那个位置你遮着对 幅度不够 就是幅度不够 对不起 从正面看嘛 幅度要像这样子 你看我的小腹部这里 就是子宫这个位置是往前突出来 这是真的 我都没说不对 这样子 幅度不够 好 然后从侧面看嘛 你没有这个位置 你看我这里腰 现在是没有一些粉阴影 你只要去看我肾脏的这个阴影 还有呢 你感觉我整一个会把五脏都全部推到这里 但是我腰好酸我这样是对还是不对 就是肾脏这个音音一起把肾脏收收 我好像那刻意出来了 嘿嘿嘿嘿 哈 哈哈 ientes brittleur 那么开心 好 老师你看我 你把衣服往上一些 把腰部露出来 我才看不到 后面 后面就是李亚锦 那个后面 总结可得裤子的原因 杰妮是推着挺好的 杰妮只有主宫向外的 我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她 可是我这样做腰好酸 对吗 腰好酸的话 就是你这个杠杆的力 没有用到 推到腰部 腰部是很有力 就是用腿推紧腰 腰很酸不对 但是呢 肾脏感觉好酸呢 就对了 老师你再看一下我 你再看一下我 你看我推 好 一 你可以看一下 当那个杰妮推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她的感觉 就像这样子的感觉 她的速度 和她后面肾脏的收缩 对啊 就是这样子 你下次就是你一直要捏的很穿很松的裤子来捏 我能看到这个地方的阴影变化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她就一定要推出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就一定这么大的一个幅度 就最大的幅度了 推子宫她有一个拳头的空间了 你一定要推到最大的一个幅度 她才会 你放心 她绝对摩擦不到 她才会收缩一点 而我们要的就是这一点点的收缩就够了 她子宫内膜壁的血液就会快速的去冲金纹扭转 就可以排毒 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收出来 这也不合你 如果不是最大幅度 你是完全动不了子宫 子宫是完全没有变化 杰尼也是到这个幅度 杰尼的幅度可以再大一点点 可是杰尼的整个方法是对的 对不起不要快 这个推不快 你是要把整个子宫收起来再放开 收起来再放开 这个速度比我们站起来推真空腹的时候还要慢一些 好了最后一分钟今天念在这里 大家继续找感觉 最好是 这个剩比较累对不对 就是这两个地方比较累对不对 对 肾脏的地方比较累 对对对 肾脏签扯 欧派过神经 就是对了 肾脏比较累 然后呢是 这一个是子宫顶起来 大家继续找这种感觉 这个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再复习 我周五的时候就这样把那个解剖续图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是怎样子的一个牵扯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一个星期躺下面就练子宫这个位置 我们一个星期一个中间 这样子比较好 谢谢老师 我唐夏天好练练感觉 对 再练一下 最后一分钟啊 会自己的跳 自己跳掉 拜拜 周五见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